台中女众的乐仪队成立有58年 培育出了许多优秀队员 而今年适逢学校百岁生日 超过300名的学姐团在网络揪团号召 这全台分区密集的团练 要以15分钟的表演为母校庆生 学姐团表示要重拾刀枪旗等等的道具乐器 可以说是让他们吃足了苦头 而不少学姐更是努力瘦身 就是要以最好的体态穿上一对服 展现校友魅力 给学校最诚挚的祝福 穿上乐一对服装 台中女众乐一对学姐团小秀提倡动作 展现苦练的成果 过去这一年多的努力 我们已经号召将近快100位乐队跟乐旗的校友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是跨世代的 我大概有三十几年没有再次拿刀 被刀砸到脚砸到手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毕竟已经太久没有练习了 然后有时候要去记动作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刀的部分 比较不需要太去记队形动作 那这一次我们专门为刀的部分 还有棋的部分 我们一起还跟我们全部的枪队 一起有一个表演 海中女众今年适逢百周年 希望送给母校一份有意义的贺礼 因此有校友从脸书寻人 将断了联系的海内外校友街上 成功找回第十九届到五十三届的队员 一队 乐队 以及棋队 总共有358人将上场演出 带来15分钟的大型表演 而虽然大家各奔东西 不过还是相当合作 趁着假日在北中南东分区 更回到母校来密集排练 其实光有热情跟热忱是不够的 因为毕竟乐队还是要有声音 而且是要配合仪队 是要有一定的水准的 所以我们透过过去这一年 这一年多以来 我们就是每个月会团练 或者是有小组自主练习 17岁的时候是创造回忆 现在老了以后可以享受回忆 所以这次回来真的是不简单 我敢讲说全台暗所没有这种社团 可以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而且自己全部发自己的费 自己的时间 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一次学姐 带回来的这些范例也好 这样的一个示范也好 能够激励学妹们 其实来投入我们的乐儀队 能够在他们的高中生活里头 会呈现出更不一样的一种学习风貌 台中女中的乐儀队成立有58年 更培育出3000多名的校友队员 大家在最美的17岁都留下了青春回忆 绝姐团为了重返少女时代 反复练习更努力瘦身 要穿回乐儀队的衣服 展现英姿 而在14号的校庆 校方也邀请外界一同到场欣赏 为台中女中百岁生智 共创美好回忆 台中女中生日快乐 水灵将话台中采访到